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观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大饥荒发生之时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 显然 这场灾难与毛泽东关系密切 不过 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其他领导人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人们大都知道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一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表达过不同意见 结果被撤职了 彭德怀究竟说了什么而遭此大祸 其他领导人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呢 我们继续采访前新华社高级记者 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生 刘少奇对这场饥荒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刘少奇因为八大以后五九年他就身为国家主席了 毛泽东态度是第二线的 所以他第一线主持工作 从主持工作的时候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另外一个他从指导思想来看比毛泽东还要偏 比如是消灭家庭 公共食堂 是他第一次跟那个强国复联的讲话 讲到许多寅呢 比如赶超这个大悠近思想 是他首先传到毛泽东的说法了 再讲得会更快一点 真的说得更高一点 高速度 大悠近的他比较积极地提出来 人民共税 这就是他支持 比毛泽东还要激单 到江苏讲话 讲大锅饭 供应供给制 讲得很厉害 比毛泽东还厉害 江苏讲话 去江苏一趟 讲得很激进 比毛泽东还厉害 所以我就是有一篇情绪有一张 五峰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峰是上层刮起来的 上层刮起来 刘少奇是重要的一个刮五峰的力量 我们所知道就是刘少奇在后来呢 跟毛泽东在大饥荒问题上面呢 发生了矛盾 产生了意见的分歧 这个是什么样的分歧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59年国庆十年大清的时候 在新天安本上上厕所来的时候 就是没想到人民共税破坏力这么强 这是一个 这是发现他潜在的 没有公开表现出来 但是后来这个 这困难的估计是一个指头 他还是九个指头的问题 他以至于后来有不太一级的看法 他从六一年忽然调查回来 或者老家调查回来 他就认为不是一个指头 还是三七开的问题 三个指头 一个指头就不一样了 三个指头是 三个指头的问题 七个指头的好处 毛泽东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九个指头的好成绩 所以这就以后三只分吧 到七千人大会就跟不一样了 七千人大会就给你连着了 七千人大会他真正离开讲稿 自己讲了很多些话 讲三个指头 一个指头 三分天在请问人后 这是他七千人大会讲的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由于参加会议的各级官员有七千余人 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 是对大跃进进行总结 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在会上指出 大跃进的失误是三分天灾 七分燃破 认为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 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 刘少奇向自己的领导权威提出了挑战 因而十分不满 因此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 毛泽东和刘少奇决裂的重要分水岭 中共党史专家 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戴尔社区学院教授 丁书介绍说 在大会结束时 中共中央书记处安排全体代表 呼唤毛主席万岁 刘主席万岁 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就完全表露了出来了 他说 这时候毛泽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心病 垂电的原因造成是他认为七分人后三分天灾 那毛泽东认为什么呢 毛泽东他当时没啃气没表态 就是毛泽东并没有说明说这是几分的天灾 几分的人后没有说 他没有说 目前为止七千人大会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大会 我的实际上讲七千人大会中央高层分裂了 这点是别人没说过的 谁跟谁分裂了 中央高层嘛 对 就分裂了 就是一向不一致了 起码刘少奇和毛泽东分裂了 起码是 后来处置这个三千人大会的问题就更分裂了 就是在春季春天的问题 这个刘少奇啊 包括陈仁啊 都问题很严重 也整整治理啊 毛泽东啊 人家不要把他说得一片黑暗 刘少奇跟毛泽东的这个分裂当时是公开的吗 当时在老百姓中就没公开 老百姓都说中间是探结议题的嘛 上层都看得很清楚 在《王刚美和刘二写》的文章里面就看出来 关于我此人的问题 刘少奇说 人相识是要上书的 我们讲的是要负责任的 这都是刘少奇说的了 毛泽东不就不以为然嘛 毛泽东 那由于这一场这个分裂 使得后来中国的这个政治 对后来中国的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吗 我就是一个政治逻辑链嘛 如果没有大饥荒就没有毛泽东分裂 没有毛泽东分裂 没有事情的进一步的分裂 没有事情的进一步分裂 就没有文化革命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文化革命当然我们就知道 就是最早的这个目的 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直接的目的 这个是由七千人大会开始的吗 七千人大会开始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最忠实的追随者 他在1945年4月 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提议 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 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会议上 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三的领导人 后来成为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第一个接拜人 1961年9月的一天 毛泽东明确地说 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很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专家认为 毛泽东在1962年 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 就开始计划打倒了少奇了 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 毛泽东曾经表示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说 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 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七千人大会开始 毛泽东跟二十八年代表层讲了 从七千人大会我就看出问题来了 那句话软话不及 就看出问题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刘少奇 对刘美权力斗争也很难说 由毛泽东处置第二线 刘少奇到第一线 毛泽东到第二线的时候 由五八年又跳出来 主持工作变成第一线了 主义工作失败了 老振大饥荒 刘少奇这时候还是比较来劲的 带着老婆跑到十四个省去讲 做报告 做报告讲四亲 四亲新作石油来 他就过来整干部王国梅啊 刘少奇带着老婆讲了十四个省 这就比较张扬了 还有一次的人到会堂 刘少奇做报告 所有的高干将军们都气了 讲了十几分钟 真的摸个风 他有口音器他不讲 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一边讲 讲了十几分钟 讲说要下去 都得下去 王国梅不是下去了吗 下去不是有成绩吗 不是有成果出来了吗 他说今天报告出来了吗 他们下面讲散会 散会下面那些老将军讲 还什么会呀 吹碰老婆娘 什么会呀 吹碰老婆娘 这么会 就是刘少奇那一代 可能有点往火所以 他往火所以的这个 就是根据是什么 他有什么就是 根据可以毛泽东失败了 他认为毛泽东失败了 毛泽东失败了 但是问题是他在大饥荒期间或者在大月清期间 他对毛泽东的政策他也是支持的 他说快呀 六七年牛尉就转了 他转了 他转的比较快 六一年就 六一年回老家以后就转了 六二七或者在挽救危机的时候 他跟那个成人的就要退到底 要退 要退到底 这把问题讲得比较严重 比较危机 六二毛泽东就不同意 毛泽东的反过来就抓姬疗争 就年年讲 听人讲人来讲 就六二年就讲 就是在 在这种危机的局面上 也而且想退到底 成人 甚至包括巴仁道戶 毛泽东他用来接近多次的好机会 那包括退 甚至包括59年那个春天 中央发了几个文件 毛泽东德罗斯有钱德罗斯 那么当年在这个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讲 在这个失误的这三个指头当中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 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他们表态 那么这个所谓的七分人祸 就是人为错误失误 当时毛泽东被迫承认 我们有时也是违心主义的 例如食堂没有调查 没有听取群众的 过去的错误 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 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空洞的沉闻这下 在现在空洞的沉闻这下 他承认了 空洞的沉闻了 对 他承认了有两个报告 是甘苏孙的一个报告 也提到他自己也有一起 可不错误 但实际上他没承认 他们实际上他从来没承认错误 他跟刘少奇的分歧是因为 刘少奇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是认为刘少奇把天灾说多了吗 是毛泽东不认为 把人祸说多了 毛泽东真的认为人祸没那么多吗 起码他口头上不承认人祸那么多 口头上不这么沉闻的 那他跟刘少奇的分歧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天灾人祸谁多 就是一个是成绩垂点谁多 成绩是九个指头还是七个指头 第二天灾人祸哪多 是天灾多还是人祸多 这是一个 包括对三分红旗 刘少奇还要看一看 还要等一等 先不要做结论 对三分红旗提出怀疑太多 刘少奇当然毛是不认输的 刘少奇当年对三分红旗 已经提出怀疑太多 七家人会上都提出了 还要看一看 但是不要做结论 出来祸化 而刘少奇的他的一批人 包括彭真 他们公开出来批评毛泽东 其实毛泽东也有责任 毛主席不是不能批评的 实际上指出来 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问题 还有对 这一点喷真是第一个讲出来的 喷真一讲 成绩打马上拨持 说不对 你说的不对 彭真当时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书记处书记 兼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 他在七千人大会的一次会议上说 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 三五年过渡 半时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 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 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 在当时的中国 毛泽东已经被神话 彭真的这番话显然不太合时宜 彭特怀温和的反对 是在庐山会议上吗 与德州会议7月14号一封信 7月14号写了一封信 1959年7月 中国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完成大跃进生产任务问题 8月 中共在这里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这两次会议统称庐山会议 这次会议最引人注意的是 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 写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 向会议公开 指责彭德怀攻击党的总路线 反党 据说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 反左 因为是58年11月份开始纠篇 就五封制片 共产主义封 高指标 共产封等等就纠篇 基本都是纠篇的 就是扭转 一个不要说共产主义还没到 还早着来 不但革命认和革命发展阶段的影响结合 我们不但革命要向共产主义前进 在革命分阶段的 我们先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 还不要搞前面所有制 还有搞公社所有对位 三级所有对位基础 公社大队小队 小队有亏三的基础 就所有制退回来 给农民一些让步 指标相当相对压松一点 经济指标不要那么高 就是从58年年底到59年夏天 秋夏天六月份还是这么样的 七十分开会 盆子也是这个七分 所以送的材料也是这个问题 孤单我三的代理财这样的 马上彭德怀来封信 出了毛泽东 毛泽东七二三讲话 马上就变了 七二三以后这么一个人是分阻的 这么一个人敢啃气 所有的人 不管多大的高官 政治局常委 副主席 将军 软帅 都马上都倒过来了 您刚才说彭德怀是温和的反对 彭德怀那个温和的反对 主要体现在他那种 那一封所谓的万言书上 那毛信你现在看很温和 那为什么您认为是温和的 他没有尖锐地提出一些问题 最尖锐的词 就是小子的你狂热性 这句话最尖锐的 其他都没有尖锐性 你想看看在什么心呢 他只是说了一下 说是有点狂热而已 有点狂热 现在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 有些问题 他周小舟 带着他到湖南的老家 看了一遍 一句诗面 老红军跟他讲 什么弟弟粮食别人收 什么都给粮钢铁 讲这些问题 他就会上反映这个情绪 彭德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959年7月14日 在庐山会议期间 彭德怀给毛泽东 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 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提出批评 当然彭德怀的这封信 并没有少唱三歌 他说 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公社化 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 而且是加速 建成社会主义 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 彭德怀 只字未提 毛泽东的食物 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彭德怀在信的结尾说 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 必将胜利完成 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 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 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然而 毛泽东对彭德怀提出的温和批评 大为不满 1959年8月2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等人 要攻击总路线 想破坏总路线 右倾机会主义 在向着党 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 向着人民事业 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他不能跟毛泽东是很好的战友 过去见面老毛老毛的交换 也叫毛泽东说话 睡觉了毛泽东 推门而进 毛泽东说话 憋着憋着嫌弃起来 老毛 跟他说话这么一个朋友战友 他这个人不懂政治 因为当了皇帝 他叫老毛老毛干什么呢 你应该尊重 他不尊重 还是老毛老 把儿子交换他 他们人潮也打死了 这个事儿他一点 这个人是个大老错不懂政治 当然他后来小心点 没叫老毛 他叫主席主席 但是总而言之 这毛不是像别人那么的 当皇帝来尊重 但是当初这个庐山会议 本来的目的就是反左的 跟彭德怀这个所谓的温和反对 应该是一致的对不对 从整个会议反左 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 他还留恋 我八年代的打有镜 还留恋 那他为什么要召开庐山会议 来反冒进呢 毛泽东是要反五风 就肯定的 共产风 五风指的是大跃进期间 中国盛行的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 和对生产虾指挥风 中国中央曾经于1960年 11月15日下发批示 要纠正五风 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 但是他前提是不要伤进三面红旗 大耳进 人民共产总楼宣 他不能伤进 这三面红旗当时叫三个万岁 是仍然不能反对的 他在不反三面红旗的前提下 去反五风 而五风恰恰是三面红旗造成的 所以这是个悖论 周恩来当时同意彭德怀的说法吗 他开始彭德怀的信他也没有看 彭德怀发言以后没表态 后来七月二十三号毛泽东批评以后 他就转向了 跟毛泽东一样的 就七二三讲话以后是个分射岭 没有一个人为彭德怀学习共同化 都往彭德怀头上泼脏水 把北京的成长都拿出来 把私放话都摆出来 那陷害彭德怀 毛泽东为什么对彭德怀反应这么强烈 他不过就是说了一点点温和的反对 周恩来从不谈战略问题 只讲战术和操作 战略由毛泽东决定大问题 周恩来就是毛泽东怎么说怎么干 而且干得很漂亮 彭德怀的人还爱谈战略 爱谈大事 他要把毛泽东的工作抓过来 抓过来有没有转让往的不说 希望他这个人性格就爱谈大事 这都是反正的大机会 战略是皇帝讲的 你大臣只能执行 想篡位 周恩来就很明显地 把自己摆在大臣的一个地位 据说当年在庐山会议上面 中共高层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 彭德怀曾经斥责过周恩来 说周恩来太事故 太老奸巨华 是不是这样说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说了这样话 周恩来也跟你讲 你出来的确这么多问题 跟你碰在一起聊天 碰在一起说 周恩来说现在怎么样 都说不合适 现在关事力太老奸巨华 这么事故 也说了一句吧 他说周恩来这样老奸巨华 是什么意思呢 该说的问题不说嘛 不摆在这么说嘛 你明明知道大阿尔巨出的问题 为什么不说呢 周恩来说现在说不是时候 该怎么怎么的 讲一通 讲一通 不是道理这道理吧 讲了很多 周恩来和林彪 在七日大会上 完全是支持 毛泽东的 那么在整个这个大饥荒过程中 或者说中国所说的大跃进过程中 周恩来是什么态度 是积极支持吗 周恩来是因为五六年 搞了个马岸行 我是马岸行的 五六年的这个经济指标太高了 太高了他们第一项 经济工作人员压力很大 经济指标高了 很多东西资金不够 原材料不够 他压力很大 所以他就压缩空气 把指标降低 什么降低呢 我说你降低 我亲眼又上来了 不叫马岸行吗 毛泽东的马岸行更更入坏 一个就是批评马岸行的 什么意义 为什么 毛泽东为什么批评他 毛泽东小于是一直高速度啊 像速度高一点的 周恩来他们刘仑成人 他们把刘仑去支持 就搞这个 有压缩指标 有一年下降了 从那个马岸的形状 所以就批马岸行 批马岸行批了好几年 一到南宁会 批得更厉害 所以周恩来的右派 只有五十米兰的 所以周恩来 还打算辞职 周恩来的辞职是没看到 但是中央讨论会 讨论周恩来 要不要辞职这问题 会上说 不应该周恩来 不应该辞职 也有这个问题的 周恩来那一点不行 所以那一到后来就 实际上是书记处 主持工作 主持前面工作 书记就是邓小平主持前面工作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58年以后 周恩来对于 毛泽东的这个政策 是坚决支持了 就是这下IP以后之后呢 不停地检查 不停地检讨 不停地检查 自己这样的错误 是大邀进 毛泽东不是 邀进 人民帮一篇事业了吗 邀进的词好 马克思 毛泽东的表演嘛 这个词应该得什么 讲 功不高于 功不下 功不下 雨下吧 就是功劳很大吧 就是很有气派 大邀进的词提得好 周恩来马上找出来 他说 这段话是 哪一年哪年 我最早说的 下个毛泽东 毛泽东 马上批 批试 让大家看吧 周恩来 也正这个词 正做英系大邀进的词 在七千人大会上 周恩来说 主观上的错误 要着重 将违反毛泽东思想 个别情况 是我们公给的材料 情况有问题 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过去几年是浮肿 幸亏主席纠正得早 否则栽的根头 更大 要中风 主席早发现问题 早有准备 是我们犯错误 他一人无法揽住狂澜 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 加强集中统一 听烧工的话 听中央的话 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最后一天 他又说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 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虽然严重 但是 它是属于执行中的 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 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 缺点和错误 恰恰是 由于违反了 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 违反了毛主席的 许多宝贵的 合乎实际 而又有远见的意见 才发生的 那就是周恩来一直 在这个过程中 都对大跃进政策是支持的 自从马安安心以后 他就支持 所以整个领导集团 都支持大跃进的 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行为 当然毛泽东是为首的 其他人没有人反对 除了彭德怀和温和的反对以外 没有人反对 林彪是在这个庐山会议之后呢 再一次的这个崛起 在那个之前 他似乎是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养病 从这个朝鲜战争开始以后 一直到庐山会议 林彪基本上是在休养期间 庐山会议以前 5859年就提了 中文副主席 他想期待 陈北彭德怀的国防部长 是哪样 我都不记得 在庐山会议时候 林彪表现得很透彻的 那林彪在庐山会议上 是怎么表现的 就批彭德怀 他最高 说彭德怀 伪君子 什么这么的 包括是 包括去抗战的时候 是都访认的 他自己的兵战争大战 都访认的 到这个地步 兵战争不该打的 林彪对于整个的 中国的这个大跃跃政策 是支持的吗 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 这两个会上的发言 是很最 唱的最高调 在1962年举行的 七千人大会上 林彪说 事实证明 这些困难 在某些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 恰恰是由于 我们没有 照着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警告 和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如果听毛主席的话 体会毛主席的精神 那么 弯路会少走得多 今天的困难 会要小得多 林彪还说 我感觉到 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 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 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 一种是左的思想 一种是右的思想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 毛主席的思想 总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有些同志 不能够很好的体会 毛主席的思想 把问题 总是向左边拉 向右边偏 说是执行 毛主席的指示 实际上是走了样 对于林彪的这番话 毛泽东鼓掌较好 并且批示说 是一篇很好 很有分量的文章 看了很高兴 周恩来也扯毛主席 他们两个扯得最厉害 所以我们七人大会 毛主席看到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给我们的监狱阵线 打下了基础 这是不是也就是说 文革的时候 周恩来没有被打倒 林彪成了第二号领导人的原因 所以如果没有林彪 没有周恩来 不可能搞文革 林彪当时副统帅 周恩来他是维持 政府小活的人 没有小活的人 要帮那个站在住 而且林彪 我们周恩来 是整个专案 专案专案组组长 不过刘少奇的案子 都是他签字 刘少奇这么几个 这些都是他的签字 刘少奇的专案组的组长 是周恩来 对 专案专案组组长 都是周恩来 都是经过他 所有的人都得 都得到他的签字 就是58年的下半年 已经开始 这个饥荒已经出现了 到了59年的时候 这个饥荒已经很严重 当时已经差不多饿死了 四五百万人了 在这种严重的状况下呢 召开了庐山会议 而庐山会议以后呢 这个原来的 这个所谓的反左纠偏 反倒没有做 反倒要继续的大跃进 结果后来呢 又饿死了更多的人 那么是不是可不可以说 就是说由于中国高层的 当时在庐山会议上面 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使得中国这场大饥荒呢 进一步扩大化 进一步严重 使得几千万人呢 就是无辜的失去了生命 可以这么说 农民缺粮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情况 是清楚的 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 只是让农民吃康验菜 1959年7月5日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 指示说 告诉农民 恢复康菜半年凉 忙食多吃 咸食少吃 有稀有干 凉菜混吃 因为庐山会议也出门这个权力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 他得说了算 决策是一个人 他们这些人 包括这些元帅将军 包括什么这些高官 在战争年代的强烈弹雨之中 他们不怕死 在敌人的年限考大下 他们不怕死 一旦他们做了集权制度的高官以后 有的成为绵羊 有的成为殷船 有的成为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他们面对的任务是邪恶的敌人 他们死以后还可以吹名明日千古 现在他们要面对的任务是征求领导 是这个伟大领导者 他死以后还可以遗臭万年 还要加小 还有妻子孩子 还庞大了丰厚的利益 或者这么写的 这么一段 都成了楼材会的殷船 党内的高层人物都让一个无形的绳索绑着 唯恐一世族便永远不得翻身 他们怕被党抛弃 正如张文天在卢山会议中的发言中说的 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 他们都放弃道德勇气 以服从毛泽东为第一原则 比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住 就这样劝总参谋长黄克成 说你要承认反党 你不承认反党 大家通不过 我们作为一个党员 对于党的忠诚 就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家的人一样 一定要从业而终 1959年卢山会议之后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粮食争购指标 对农民强行争购 由于农村粮食短缺 一些官员认为农民隐瞒粮食产量 因此开展了反满产斗争 1959年1月27日 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 向中共农央报告说 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 粮食紧张 完全是假象 是生产队满产造成的 要对满产干部进行处分 甚至法办 毛泽东提示说 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必须立即解决 前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 在赵紫阳被罢黜和软禁之后 整理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的序中说 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 确实 在反右派 公社化 大跃进 反右倾 农村社教 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 他并不消极 四川 安徽 河南 湖南 和山东 是大饥荒期间 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然而这些省份 当时的省委书记 基本上 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置 四川省是大饥荒中 饿死人最多的省份 大约为一千万人 当时担任 中共四川省委 第一书记的李景全 1958年成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大饥荒期间的1960年 李景全出任 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 大饥荒之后的1965年 李景全担任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安徽省 在大饥荒年代 饿死500到600万人 在大饥荒期间的1960年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曾熙胜 还兼任了中共山东省委 第一书记 1962年 曾熙胜调任 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 1965年 曾熙胜调任 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河南省在大饥荒期间 饿死大约300万人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吴知浦 在1961年7月 转任中共河南省委 第二书记 一年后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没有降级 山东省在大饥荒期间 饿死大约300万人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舒同 1961年改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3年 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湖南省大饥荒期间 饿死248万人 张平化 1959年 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60年10月 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6月 张平化 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其后 曾经先后担任过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湖北省在大饥荒时期 饿死100多万人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仲 从1960年 开始担任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 文革结束后 王任仲曾经先后担任 国务院副总理 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除省委书记以外 地委书记以下的有关官员 很多也没有被追究责任 麦苗清 蔡花黄 《大饥荒川西记事》作者 曾担任成都军区 战旗报编辑的王东瑜 举例说 温江地委书记 宋文斌等 四川几个饥荒 最为严重地区的 地委负责人 当年都没有受到处置 只是后来 才做了检讨 那么在这一场 当大饥荒的结局当中 几千万中国人饿死了 决策 中央层的决策 是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最后 中央决策层 有人负责吗 没人负责 没人负责 当然 毛泽东是主要领导者 而他自己成为始作俑者 他应该负责任 但实际也不是他个人的 其他人都符合他 都同意他 没人公开地反对他 是集体领导的 在这个问题 就是集体负责任 毛泽东责任更大 他地位已经摆得 从革命年代开始 他地位已经变成神的地位了 再没有第二个人 能喊动他的地位 所以只能如此 他说马克思加秦始皇 他虽然是最后一个皇帝 他被历代的皇帝权力更大 控制的资源更多 秦始皇才能控制多少资源呢 他能多少财富 多少军队 其实毛泽东多少资源 控制资源 没有哪个皇帝 控制资源多 没有哪个皇帝 他跟他威望高 他通知那么多年 所以一切才 以他的是非为是非 以他的减刑为减刑 王冬宇指出 对于大饥荒造成的损失 李景全等地方官员 固然有责任 但问题的根源 就在中共高层 毛泽东应该对中国当年 三千多万人的死亡负责 他们就是执行的责任 根本的原因不是他们 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 说宽一点呢 就是说 庚主还是在中央 这个地方的领导呢 主要就是想当机器分子嘛 想这个投其所好嘛 整个这一套 搞大跃进这一套 那绝对不是到下面 哪个领导想出来的 没这回事 中央主要是毛泽东 这个大跃进 整个就是毛泽东 时代的这个错误啊 严格说他是个独裁者 那独裁者 他要为这个历史啊 他负主要的责任 所以实际上 这件事情 在那个时候 没有人承担责任 几千万人死了 没有人承担责任 中国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 对此中共中央高层都知道 可是毛泽东是不在乎的 在1961年9月 卢山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曾经说过 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有什么了不得 人哪能不犯错误 人不犯错误 天诛地灭 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 毛远兴这样说过 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记照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在1980年4月曾经说 大跃进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 周恩来同志和我 都没有反对 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 不要造成一种印象 别的人都正确 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这不符合事实 中央犯错误 不是一个人负责 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 这个集体 并没有因为这场大饥荒 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 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 对大约定时期 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 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 提供任何赔偿 也就是说直到现在 中国的这个领导层 对于这件事情 没有对中国人民 做出任何的道歉 做出任何的道歉 几千万人 而且没有追究原因 没有追究原因 只是说收连逼债 收连思维合同 三年资源灾坏 现在不提了 集成干部这么坏 现在觉得晃荡不提了 就这么说的 也提了政策实误 在这个采访调查过程中十几年 您有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和阻异 障碍很多 例如我去贵州采访的事情 跟着说过 商务说过了吧 贵州 拿着新华社 我们不过来接着信 还拿着新华社贵州分社接着信 贵州分社财本主任 就是总编辑陪着我开车车 去登岸馆 登岸馆当时看得我们 接着很日心期待 一般的先看目录 看了目录 我一抄 有关的目录 我抄了几十项下来 抄下来以后 这个管事这个女孩子 说都是 我打不到主意 找官长 官长说都是做不主意 找廖副秘书长 送你 批一下 廖副秘书长是谁 是孙伟的秘书长 副的秘书长 孙伟的孙伟 贵州孙伟有很大的院子 而常伟里面 在院子里面有小院子 我们今天常伟 贵州分社朋友帮忙 还没进不去 常伟找了 贵州秘书长 看一些很热情 他说这个事我还做不到 我得上楼上去 去秘书长 秘书长 秘书长 秘书长下了二十分钟 哎呀 说这个事不好办 还得请中央办公庭 是不是要给中央办公庭 打电话 寝室一下 我马上 那怎么能寝室 其实那就完了嘛 我说这样吧 以后再来吧 我以后可能那些材料价格 再得比较好一点再来 我就走了就 您说的这个贵州档案 是什么样的档案 它要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呢 关于某某地方的地方调查 某某地方的粮食调查 某某地方的社会状况 这类的目睹 这类目睹 就是争议调查 这里就是 由中央和宋伟 包括当时的同战部 搞一些专题调查 他就不给我看了 这些东西 他们认为 就是即使是五十年代 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的东西 仍然是报名 不让看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上奥学生 让看的档案 他都这样的档案 他该的两个字就控制 因为我是形容的基者 而且接着信 他就看的可以 但是必须签个字 不能引用 不得引用 但是后来就引用了 这当然冒着险的 冒着风险的 那么在您采访调查过程中 您告诉各个调查对象也好 采访对象也好 还有查档案资料也好 您是告诉他们直接说 我要查一下有关大饥荒的情况 或者说我要写这本大饥荒的书 那当然是不行的 我认为了查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 你要中国粮食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这样的问题 作用的是 我现在研究 政策研究 当然不是说大饥荒 那肯定不可能 这是您作为新华社的记者 在平时还没退休以前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者 去到这个档案里边 档案馆里边去查这些档案 能查到吗 看不到 看不到 先有一家南京档案馆也开放 看过去民国啊 历史啊 那都可以看 真正的现状 也看不见的 就是说49年以后的事情 事情以后就重大实践 它都不让看的 现在不是讲改革档案30年 其实开放了那些东西 它不是还有口吗 除个别以外 不能看 个别以外它就可以开了很多口子 不让看就不让看了 那除了这样查档案 遇到一些阻力 还有其他的情况 遇到阻力的吗 其他的情况 比如有的地方 你比如说当年到荷兰 到安徽调查的几个人 四五个人 我找到一个人 不愿意跟我谈 一个老处长 现在是中纪委副主任的待遇 当副主任现在八九十岁 耳朵也很浓 跟我谈了几次 另外几个人就不愿意谈 他不谈 害怕 害怕什么 太敏感的问题 你谈这个敏感问题干什么 不谈呢 过去的事太苦了 不谈了 有没有官方在您出版了这本书以后 官方对你有所反应的 或者找你谈话的 官方没找过 没找过 我去大学演讲 有的可以 比如有上师班大学 师大讲的题目 开始一个大教室 哪个师大 北京师班大学 北京师班大学 后来学校干扰 换了小教室 后来干扰换了一个外面房管的一个地方讲 您说干扰是谁干扰 上边嘛 系总职嘛 教室呢 可能系总职 不知道谁干扰 反正需要干扰 还另外上政法大学讲 政法大学 我讲另外一个题目 下一个题目 像那个 政法大学研究院在市中心研究院讲了 后来说下一个题目 就像本部的唱片讲 讲完之后 后来通知说 杨老师 你下面前面就不能讲了 不讲了 下面需要不同意了 这样是很有 那么就是说您在开始前面讲的是题目 是这个题目吗 前面讲的改革开放的事情 不是这个题目 不是这个题目 那么第二个题目就应该是要讲这个题目 听说的 主持人就通知我 杨老师下面就别讲了 以后再说吧 我知道他的名字 就知道上面通知 就不乱讲 大饥荒过去半个世纪了 杨继生仍然不能在发生那场灾难的土地上 畅所欲言地谈论他 杨继生的墓碑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在海外发行 有人指责 谈论这场灾难是恶意的结窗疤 有偏见 他们希望人们忘掉那场灾难 向前看 不过 古人教会我们说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有自己的坚持 就是要呈现事实和真相 我是李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